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 人類正面對著氣候變化和石油頂峰等等 兩大嚴峻的環境問題 引起這些問題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和人類生活習慣吹向都市化息息相關 都市化的生活大量耗用 例如煤、石油和天然氣等的石化燃料 汽車、飛機、空氣調節、藥物、一常用品 甚至我們的食物系統都不例外 想緩和氣候變化和石油頂峰的兩大問題 可以重改善生活習慣著手 當中可以嘗試改變都市化的飲食習慣 現代人的餐單裡面都偏向多肉小菜 而且喜好選擇外地進口、速食 和預先包裝的加工食物等等 耗用了很多額外資源 進行加工、包裝和運輸 也有人不顧季節 進食一些違反時令的農作物 加劇了人體和環境的健康負擔 另外,現代人選用的一些烹調方式 也十分耗能 同時製造了大量的廚餘和其他廢物 所以,要舒緩現今的狀況 減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和石化能源的耗用 以扭轉逆勢的話 我們就要從日常飲食著手 實行低碳飲食 知道什麼是低碳飲食嗎? 不知道 低碳飲食 沒有聽過低碳飲食 低碳飲食是否有機備料 我覺得低碳飲食會是用少點電 一般的食齋那些就聽得多了 都不太了解 都很喜歡吃煎仔 一大半喜歡吃肉 誰喜歡吃菜 都比較喜歡吃肉 吃筆液那些 肉腸仔 沒有環境人人有責 這是我們支持環境保護的一個考號 到今時今日,我們覺得 是應該由家做起 所以低碳在我家 就是近來我們推出的一個環保活動 希望實在來說,低碳在我家 很容易做到 每個家庭都可以做的 低碳支持者 因此我們推行這個低碳環保大使 我們現在由副業做起 我們已經招募了400個低碳支持的環保大使 我們希望目前這400個婦女 可以帶到400個男士進來 由400變8888變1,600 一路一路的 全香港幾百萬人都是低碳的支持者 低碳食在家這個項目 其實就是環保署贊助 而加對農場和香港富協去合辦 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 可以提供多些低碳的新煮意 而我們建議低碳食的方法 亦都是以低碳、健康和省錢為主 這三樣都是很多時候 我們說煮食時很關注的問題 而另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們鼓勵人多些在家裏自己煮食 因為你只有自己煮 你就可以掌握多些食材的份量 而剛剛今天我們就有其中一個活動 就是以情人節為主 我們就會具體地介紹 怎樣可以實踐這些低碳的原則 因為很多時候坊間很多人 原則就聽很多了 但怎樣實踐呢 所以今天我們其實整個設計裏面就示範了 而我們也會有一些資料給大家 對比其實市面上的一些情人節套餐的分別 大家可以很具體地知道 例如怎樣吃可以吃得是低碳環保健康 家道理農場企植物園 與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攜手合作 在環境保護署的贊助之下 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3月期間 舉辦了低碳食在家項目 以低碳飲食為主題 這個項目與14個組織共同合作 進行先導和社區教育活動 在各個組織招募低碳生活大使團隊 經過家道理農場企植物園 至少兩折的培訓工作坊 以低碳而健康的飲食為主題 教導大家採取更積極環保的飲食態度 其實我們這個低碳食在家的項目 主要我們的目標對象是婦女 其實作為一個婦女 我們在家裡用膳買菜的時候 除了很關注價錢之外 另外我們也會關注營養健康 而且進一步我們也會關注環境的健康 所以我設計這個低碳情人節套餐的時候 都圍繞著這幾個主題去設計 我們今天的主菜 其實一般的主菜 主要是大魚大肉才覺得很豐盛 才夠飽的 其實原來在素食當中 其實都可以滿足到這方面的要求 我就利用了薯蓉 其實裡面的營養介食 除了很多碳水化下物質之外 其實咬下去的感覺 大家都會覺得好像很軟綿綿 跟我們普通吃一粒的薯仔有些不同 我們在薯蓉裡面當中 如果只是薯蓉 就可能太過悶了 加一些油肌菇 加上一些甘醇 它的質地比較硬 不同的口感的配合 就做到這個主菜出來 就是這個薯仔蛋餅 再配合一些自己發的芽菜 令到這個主菜 就除了營養足夠之外 都是加添多了不同的口感的感覺 在裡面的 其實我們一般在市面上 吃到一些不單是情願節套餐 其他套餐都是 因為始終是商業的機構 其實它在賣相 或者在用料方面 它主要都是用一個 令到我們覺得是很底的感覺 它會很講求賣相要漂亮 但賣相漂亮的背後 其實可能做了很多東西 譬如你要一碟很漂亮的油菜 你要一碟油菜很漂亮 我們全都覺得 油菜一定要有很多油才是漂亮的 但如果我們家裡自己做 其實就可以把油的份量減少 令到健康好一點 不用吸收過量的油 就是脂肪 如果家裡做 其實大家的賣相 就不是我們最主要關注的東西 反而就是我們會關注食材 本身是否健康 或者是價錢方面是這樣 但外出吃就沒有了這方面的主導權 低碳生活大使 在社區擔任推動低碳生活教育的工作 等低碳飲食的概念 在社區中得以廣泛傳播和盟雅 令更多的市民投入低碳生活的行列 合力改善世界的環境問題 就是就算是乾豆類那類 你也都… 其實現在香港人的飲食習慣 主要是肉類會減少 還有蔬菜水果會不夠 所以也違反了我們經常都說要低脂肪 低鹽份 低糖分 高纖維的飲食習慣 或者我們就剛剛倒轉了 而且也有很多出外飲食 快餐這些文化在裡面 就會導致我們很容易在當中 會洩出太多脂肪 太多的鹽份 糖分 就會對身體造成很多負擔 亦都令到很多的慢性病 就不斷不斷地上升 如果我們看回我們現在香港 其實第一大殺手病是肉燃病 第二大殺手病是身臟病 尤其是冠身病那些 第三大就是中風 這些同飲食習慣裡面 我們說 譬如吃太多的脂肪 太多的肉類 而導致有膽固醇的問題 令到我們的血管質素不太好 甚至是吃太多的鹽份 而導致我們血壓受到影響 都會有影響 另外一方面就是纖維會很不夠 蔬菜水果也很不夠 如果你看到任何一個 叫人家去預防硬症的指引 都會說到要盡量吃多些蔬菜水果 和多些纖維 這些都是給我們身體 有多些抗氧化物 可以防硬 各方面 以前都有聽過這些的 今次再加深一點 以及以往經常說是低卡羅里 高卡羅里 低卡羅里 但今次說這個低碳的話 我想現在是比較 又在另外一個層次 還有他剛才說的那方面 又加深了我們做家長 在食物方面是知多了很多 還有他講其他的病症 從而衍生到我們 都要對自己的身體方面 是認識多一點 還有接下來看這些示範 還更加加強了 我想問你平時的飲食習慣 有沒有跟隨這個低碳標準 或者有沒有選多些蔬菜來吃 會有 但就未完全符合得到 所以變成有這個講座 也可以再提醒大家 可以比較 再要留心這一方面 那聽完這個講座之後 飲食習慣方面 會不會開始有很大的轉變 會的都寫下了一些項目 回去除了自己之外 最重要要提供工人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職業女性的話 可能是工人去負責主 所以都要把這個訊息給她 家道里農場企植物園 為各大市提供 至少兩折的培訓工作方 培訓工作方以低碳而健康的飲食 為主題 引渡大市名療 如何從食物選擇 食物生產 攤煮方法 廚餘處理 綠色的清潔等一系列 有關食物消費的過程 採納有助碳減排 及促進家人健康的生活方式 當我們去設計這個餐單時 我們都會想 我們的對象究竟是 哪一方面的人士 而我們這次的對象 是一些婦女團體的婦女 我們就會想到 是適合她們會了解到 和她們日常生活裏面都會用得著 譬如因為婦女 她們都可能在煮食方面 她們會比較注重一些 或者會吸引一些 所以我們就會在低碳生活大事 而我們會說食為主題 而我們分享裏面的經驗 就是我們會採用於她們會做得到 或者根本就是生活裏面的典敵 我們就會用這個題材 我們就會用我們平時分享到經驗 我們的互動形式 來帶出每一個細節裏面的 小項教學的課材 都會用到在她們生活上可以用得到 或者她們根本就是 這樣的生活的形式去做的 其實這個環節 我們會說碳審計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設計這個餐單 因為我們想讓婦女知道 原來在日常的生活裏面 我們用電是在消耗一些石油的 而她們可能會說 在消耗一些石油 可能她們不會很著意 究竟是些什麼 或者是一些比較寬的話題 我們就會用在我們的家庭電器 在廚房裏的電器 就告訴她們 我們用一道電 我們需要用多少錢 用一道電的時候 也會排出多少二氧化碳 而令到她們會知道 如果在日常裏面 我用少一些電 我就會省一些錢 省一些錢出來 原來我亦都可以排少出二氧化碳的 我想問一下你 平時你會根據什麼 去選擇你的食材呢 如果我去街市買菜的時候 我會選擇一些很簡單的 不用開那麼多火鑽的東西來吃 有財物來買的 那我想問你 你平時的家人對你每一餐有什麼要求 他們的要求很低 我們每一餐吃飯 是多數吃菜 少吃肉的 那我想問你 每一餐煮完每一餐之後 會不會剩下很多菜 會不會有很多廚餘 我煮了菜之前 我們要衡量一下我家的人 吃多少 我又不會浪費東西的 多早吃不完才是甚麼的 不會丟掉那些東西的 其實你能了解什麼是低碳生活 以前就不是很清楚的 現在就有初步了解 就會選擇一些本地生產的 就選擇一些有機 或者是吃多些菜 減少些肉類 那我想問你 接觸低限食在家之前 你個人的飲食習慣是怎樣 我想跟香港人一樣 會選擇看價錢 看看新不新鮮 沒有考慮過會否影響到環境 以前很過人 現在就會考慮 原來可以出分歷 那就會不同一點 培訓工作方採用互動形式進行 包括烹飪示範 堆肥製作 手藝示範 個案分享 和小組討論等方式 為了提高參與者的投入程度 以及加深學員對學習內容的了解 上培訓班其中一項要提交的功課 就他們自行設計和製作的低碳餐單 在課堂上互相分享 培訓班亦以Lovers 一個簡單的低碳飲食原則 令參加者易於掌握主題重點 我認為植物裡面的皮可以做器名 除了肉可以吃 還可以將皮吃 另外還有很多果仁 證明種子都可以吃 你呢? 我選這個 那你選誰? 我當然選自己的 大會決定由這一組拿到的 大會決定由這一組拿到的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食材 可以種到自己的豆 他其實有用到自己發的豆 他亦很明白低碳栽種 低碳食材 而裏面加的菜材料裏面 全部都是一些時令的素材 而很多菜式裏面 有些都是做到時令新鮮的樣子 但它就包含了色香味去傳 上一課堂的時候 聽到大會說 要有四個圓之後六個點子 我就從一個出發點去想這個菜式出來 大會就給我們一些有機的綠豆 教我們怎樣去將它有機的栽種 那我就跟大會的做法 做了一個將綠豆就發了為 化芽的綠豆 再買一些紅蘿蔔絲 西芹絲 冬菇絲 黑白芝麻 還有蔥粒 就去造成一個菜式 這個菜式呢 我覺得它是 老少咸儀 還有它是色香味俱全 所以我就推介給大家會吃這個菜 我覺得現在真的很污染 很多食物 其實我們一路吃落土 那麼多人生癌症 為什麼呢 可能就是環境的問題 加上我們其實吃的東西裏面有很多不良的商人 在這裏中間做了一些東西 給了很多化學物 我們就不知不覺吃完所有的東西 就變成我們成為垃圾桶 我不想 作為導師 看到這班婦女 其實他們都很有心去到 參加這個低碳食在家的項目 他們的出發點都可能是在於 他們想了解多一點 因為可能大家都喜歡吃 了解多一點的時候 他們都很有興趣去推廣給其他的人 還有他們都關注到自己 和家人的健康之餘 參加完這個低碳食在家 他們亦都對環境的關注是多了 他們的反應是很好的 從剛剛開始 可能大家不太認識 去到我們有些互動的活動的時候 令到他開放了自己 多了他發表意見 其實我們覺得這個項目 是很值得去再推廣給其他人 氣候變化亦漸趨惡化 起飢荒、物種滅絕、天災等的問題 雪上加霜 低碳食在家 以食和加兩個貼身題目出發 探究常列 全球人類共同面對的嚴峻問題 每天三餐 其實都是改善未來的契機 作為消費者 你可以透過選購本地時令有機產物 支持農業朝向健康的方向發展 甚至自行在家 以有機的方法栽種食物 減少食物理程 紅菜頭 在蔬菜之中我最開心的 是補血對身體好 第一 第二 很多香草我都很興趣去種 種 種出來很多人都教 怎樣去煮 怎樣去花 怎樣去吃 我都學到很多東西 種有機那裡 做有機農夫 我怎樣堅強去做 減少潤絲 減碳 幫助環境 我們這裏種了 有車尼茄 這裏都是歐群 就是翻西 這裏是生食的沙律生菜 外國人比較喜歡吃的 這裏是紅色的沙律生菜 如果在家中種的話 要幾大塊田 大有大座 小有小座 小塊就種少些東西 大塊田就種多些東西 花盆都可以 花盆主要種香草多些 小型的花盆 大型的花盆都可以種到大迴香 用一塊布膠箱來種大迴香 都很漂亮 很大隻 做農夫 有苦有樂 種到這麼大隻的蘿蔔 你就很開心 很開心 一隻蘿蔔 幾斤重 多漂亮 有苦有樂 到夏天 有時太多耳水有風 搞到色騷 都有這樣的困難 做農夫不是說 一年到晚都這麼豐收 很開心的 有苦有樂 做我大中家出來 就很開心 你們這些不下農藥 是啊 我們不下農藥 那牠會不會被蟲咬 有蟲咬 有蟲咬 有蟲子吃 如果我人手 見得到的蟲 我們就捉了牠 洗乾淨 洗乾淨就可以了 有機器 一定會有些蟲洞 在這裡 沒那麼理想 全部完完美美 就是這樣 很開心 支持本地有機農業 甚至自行在家裡 以有機方法栽種食物 減少食物理程 同時保障環境面 受化學農藥 或者肥料的污染 以及維護自然淨土的活力 直接促進我們內外環境的健康 十四個組織的低碳生活大使 在完成兩節培訓工作坊之後 也深化了對低碳飲食的認知 也加強了他們的信心 有助大使在社區傳達低碳生活信息 家道理農場棋植物園 也會派出低碳生活大使 培訓班導師 和各大組織開會 協助他們解決策劃上的困難 和建議可行方法 推行形式 場地遭用的考慮等等 令到活動達至最高的推廣效應 我們拿一張米子 你浸到它略軟 但還有少許硬的手感 就可以倒了水 這樣就開始包了 很酸的 很便宜 很便宜 這個美女 沒錯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生食 就可以倒進去 對 有些人會怕青液味 但有些人就很喜歡 咦 這樣就說了 對 就完成了一個米子卷 今天我們來到西貢的海濱公園 和西貢婦女會那邊的低碳生活大使 去做一個低碳生活的推廣 其實他們之前上完兩節課程 今天都會教一般市民 或者西貢的街坊 他們學了些甚麼 吃東西的時候 要選一些本地食材 或者有肌 還有多數小肉 還有節省能源等等 等等的動的指引 其實那些看班 今天大使 去做個社區推廣的時候 他們都很掌握到 我們教他們之前的東西 他們還負責 譬如去教一些家庭怎樣發芽菜 他們都真的回到家 去發芽菜 今天有一些展示 有一些demonstration 給大家看到 其實我的感覺 他們在過程中 都是很投入的 亦都很熱心 都很盡力地 去將他們學到的東西 真是教給市民知道 我今次學了這個課程 就知道他們會有一個 Lover的原則 主要是我們要 吃Local 盡量是Local的東西 不要需要那麼多運輸的過程 需要有很多原油 還有在家裡的家居收莫 我覺得盡量用到 不要那麼浪費能源 很多人都不太認識 還有有時候 我們是無意中 做了一些 浪費了很多東西 自己都不知道 好像很簡單 食物從哪裡來 我們以前不會太留意 只要覺得它是健康 以為它是健康 還有新鮮 我們幫它買到 通過低碳食在家的項目 低碳飲食概念 可以在城市裡傳播 等廣大市民知道 品嘗食物的時候 不要只顧著 追求美國的享受 還要用心感 在每一口裡 聯想到 食物牽連到的土地 和整個地球 婦女其實是在減費 循環製造 或者是廚餘方面 是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我們吃任何的藥物 你都會說怕副作用 但如果低碳食物 就是新鮮的食物 和沒有化學物質的食物 其實那個副作用是最低的 說到低碳生活 其實我們中國是一個農業的社會 我們上一代 其實很多他們的食物 都是源自於 取隨於低碳的 除了婦女之外 老人家、小孩子 我們應該去推動他們 因為其實低碳的食物 對健康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能夠 為地球出一分力 做一些事情 我以前覺得 為何有機的那些這麼貴 原來有機的食物 對我們身體會有很多 其實值得推廣給其他人 我都現在已經是 開始推廣我 在收身邊的人 在食物方面 或者生活上 這次真的學了很多 而我覺得很有意義 我都會繼續宣任出去 我們每一次的課程 是三個小時 我們當初都會怕他們 黑暗睡 或者會悶 但最後他們給我的反應 就是 下次辦長一點 我想學多一點 你們說的活動內容 其實我就想再學多一點 我開心的是 他們真的上完行之後 有去嘗試 去踏出低碳生活的第一步 看到他們很多野民 很多法文的時候 我都有點感動 我都相信 其實所謂的 低碳食在家 有一個培訓計劃 其實真的是 他們體驗這些活動的開始 我們一直都會和他們 繼續合作 希望大家可以再深化 低碳生活 這件事 在這個活動內 很多婦女都已經參與了這個活動 而且以身示範作為一個大使 我覺得第一步已經踏足了 而且是有一個好的開始 我相信今後 會有更多更多的人 參與這個行列 有人誤以為反撲歸真 就等於犧牲生活質素 事實上 低碳飲食的Lovers原則 不但優化個人和環境的健康 更加能培育心靈的腐足 這個簡單的原則 就可以帶來正面的影響 你可以大幅減低九成的食物足印 飲和食 不再局限起滿足生活所需 而是更加令人感受到 人和自然的和系共處之度 好好善用每日的三餐 為更好的未來作出明智的抉擇 警告